迪亚兹进账本季第45次的救援成功,也顺利为水手守住胜利,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连续17年未能闯进季后赛的水手,今天队上分区龙头太空人队,双方各只在一个半局有分数进账,且该局的得分也决定了最后的胜负,最终水手就以3比2,一分之差惊险收下胜利, 现阶段要加尖脚步地平气候赛门票的水手,今天一开赛状况比较多,二局上先发投手雷布兰克,Wade Lee Blank,先是被太空人连敲二支安打,再被怀特,Tyler White,击出带有两分打点的安打,让水手陷入落后,请继续往下阅读,还好水手打线没有沉寂太久, 马上就在第四局有所回应,两人出局后克鲁兹,Melson Kurtz,敲出安打,随后席格,Kyle Seager,挥出带有打点的二类安打,帮助水手取得第一分,接住在靠河曼,Chris Hermann, 的三类打雨犀利,Ryan Peely,的一类安打送回水手的超前分,四局打完双方战成3比2,犀利四局下敲出带有胜利打点的安打,可惜在二类前遭到处杀出局, 法新设,不过之后双方的打线都冷却下来,加上后援投手的合力压制,两队从比赛的中段开始都未再有攻势出现, 最后水手推派出守护神迪亚兹,Edwin D.S.,而迪亚兹也不负众望, 演出包含RK在内的三上三下,顺利守住胜利,中场水手就以一分拆击败太空人水手的先发雷布兰克今天主投五局, 失掉两分,拿下本季个人的第七胜,至于把守最后一道关卡的迪亚兹则是收下本季第45次的救援成功, 独局救援排行榜榜首,且领先第二名的金布瑞,Craig Kimbrough, 十一次雷布兰克拿下本季第七胜,USA for Bay